Hello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這部YabbyLulu皮膚測試 手機的中間會有一個小小的螢幕 會看到彈力 水份和油份的比例 而旁邊會有一顆功能鍵和開關鍵 雖然手機不跟電池 但它是用兩顆3A的電池 所以很普遍可以在街上找到 打開後會看到有兩顆伸縮的探頭 一般用完 我覺得用紙巾抹一抹會比較好 長按 開機鍵 閃 綠燈 紅燈 還有一些數字和表情就可以開了幾 而長按這個功能鍵就會開了一盞紫外線的測試燈 再長按一顆功能鍵就可以關掉它 這個燈的用處就是我們可以用來測試一些產品 有沒有對我們皮膚有害的螢光劑 我覺得也挺有用 而且細部可以方便帶出的 按一下功能鍵就可以看到我們過往的皮膚紀錄 綠色就代表不錯 紅色就代表皮膚的情況比較差 需要保養一下 我覺得這個功能是十分好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用紙筆記下來 也可以看到我們皮膚有沒有變好或變差 再按一下開關就去到測試模式 如果測試皮膚的時間不夠長 就會出現一個ERROR的字 代表測試不到 那我現在先測試皮膚現在的數值是多少 但力麻麻而且也很油 那我就有一支Belulu的甘薄精華 試一試塗它之後皮膚情況有沒有好一點 再按一次開關就可以去到測試模式 測試出來的結果 看到都跟一開始是相差很遠 就證明這個保養的用品真的有用 我覺得這部機就很方便我們去旅行用 因為有時候可能皮膚不習慣 當地的天氣會變得很乾 或者是會有一些情況出現了 那有這部機就可以隨時都檢查到我們皮膚的情況了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部機的一些感想